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,台南今日传出某服务于军事单位的人员被确诊为开放性肺结核,由于是法定三类传染疾病,但台南卫生区却拖了一星期才展开防疫工作,有相关人员质疑防疫牛不化是否会造成国安冲击。 对此,台南卫生局解释,高雄卫生区12月1日就已接获通报进行疫情调查,也依法在两个礼拜内通报台南并无空窗问题。 高雄市疾病管制处长潘兆颖也说,相关通报医程序进行未刻意隐瞒。 该单位人员今日下午陆续到台南某医院接受肺结核检测,引起外界注意。 台南卫生局起初接获消息时还未掌握状况,但之后则改口称7日晚间就接获通报。 昨日取得疫情调查单后派员前往职场调查且说明相关卫教观念。 对此,台南卫生局解释,该员户籍设在外线市,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被通报的单位,因此起初才没有掌握疫情。 据了解,该员的户籍设在高雄当地卫生局早在12月1日就已接获通报,但台南卫生局却迟至今日才被告知。 台南卫生局解释,高雄卫生局依法在两个礼拜做完疫情调查后告知,而且该员期间都住在医院观察,疫情不致扩大。 但该员同事却不以为然,认为卫生单位间的通报速度牛布,卫生单位的防疫态度应该更积极。 2.